21例修上路之后 人事的成本增加了 除了客运业者要涨价 现在连看电影可能都要多花点钱了 就是台北的陈品电影院 桃园的美丽华还有新桥影城 都确定将会调涨票价10到20元 至于电影院龙头威秀影城 则是在2014年就调整过了 那么会不会再调 还要看明年上半年的营运状况 你好 请问要看什么电影 好朋友相约一起看电影 是不少人的休闲娱乐 不过一粒一休实施后 仍是成本增加 电影票价也将跟着调涨 老公权益一粒一休 该有的就是要有 然后反应代成本是可以接受 如果有回尽量就是还是会有回 因为一粒一休就是已经是 逼不得已所以就是还是会用 本来是应该是有回的 变成说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 对啊 不OK 将多出来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让民众看法不一 以美丽华影城来说 台北全票310 优待票290 桃园的美丽华本来就便宜10元 不过搭上新改装有豪华设备 还有IMAX 将票价都拉高10元 桃园的大江新桥影城 从290变成300 成品电影院全票从原本的270 涨到290 其他票种都是多10元 另外全台前三大之一的秀泰影城 也准备跟进涨价 目前涨幅也都还没有一个确定的 很明确的方向 所以都还在讨论的阶段 那至于是什么时候要涨 也都还没有一个就是确定的时间 至于电影龙头威秀影城 因为在2014年春节已经涨过一轮 是不是要再涨 还要看明年上半年的营运状况 业者解释今年的大片不多 整体售票收入减少15%到20 加上一粒一休实施 人事成本增加 让电影票掌声响起 消费者荷包势币又要缩水了 民事新闻与吕总委台北报导